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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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 李宗盛 神經常害怕你在公司 我們繼續視像 我繼續在家裡 猜不到今天市場大塌 什麼位都穿了,不用猜,撇脫一點 和你22,000都穿了,落到21,800這些位置 你看到沒什麼收窄的跌幅,全天都是塌下來 成交又大一點 這些位置,我計過了,之前高位,我計30,000點 樓上31,183跌到這個位置,已經是跌足2.9 都幾陰空,大家的倉位都不知道 一堆蟹貨在上面 要問問大師,沒辦法,整個亞太推都害怕 因為烏克蘭局勢還是沒有好轉 大家一聽到,南部有核電廠被炮擊 就怕了,有沒有核輻射洩漏 如果那間是歐洲最大的核電廠真的爆炸的話 烏克蘭外長警告是赤爾諾佩爾核電廠核災事故的10倍 嚴重程度 大家就很害怕,我見到到期今早都對得很厲害 不過後來就收集那個跌幅 現在沒有太多點了 因為後來聽到不是一個很嚴重的起火 好了,但你見到現在是人心惶惶的 那怎麼辦呢?指數你會怎樣看? 指數,當然人心惶惶 就是投資市場是這樣 但是我們香港人現在人心惶惶是另外一件事 是,是,是 其實今天我都很多時間都搞這些問題 弱壓那些這樣,是 跑這些就不太理事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第一件事 之前就是22,700是低的 記住一件事,低是可以用來穿的 那就是穿了 穿了又有沒有大不了呢? 是不是穿了又一定直插下去呢? 又不一定的 不過就算是呢 其實我都自己的倉位呢 都有心理準備的了 我之前不是一直說過 那個港股 一定等著這一下美股的墊 來做個大底的 那當然了 那時候說的那時候呢 就不知道有 地緣政治因素了 那這件事就加速去做 做個大底下去了 好了,那個大底究竟在哪裡呢? 22,000已經穿了 22,000都穿了 那會不會是 2,000呢? 18,000,16,000呢? 那就是什麼情況 有人說的了 但是如果我自己呢 從近期的趨勢來算呢 或者看回那些市場的本路呢 我就不是這麼悲觀的 那當然啦 21,000是一個位來的 那這個位就剛剛穿了兩萬特首少少 那會不會在這個位反彈呢? 那能否反彈 今晚也要看就是 究竟烏克蘭事件 其實我發酵程度去到哪裡了? 如果發酵程度 不是真的那麼緊要的 今早說炸核電廠這件事 又不是事實的 那呈澄清完呢 其實今晚美股也都可以彈 那港股禮拜一 就一樣可以彈咯 那只不過就是說 要等它彈的力多少 還有始終的 如果地緣政治因素 未完全解決 大家未清楚那個明朗 不明朗性的話呢 那市是彈極有個譜 勒極有個譜的 那但是呢 當這個因素一解決了呢 那其實你的市 就可能oversuit了很多 只是走回修正回去的 正常呢 都可能有三幾千點的 所以就是 是難搞的了 現在這件事 其實都是大家 不要太重仓 做足對仓 那其實這件事 看不看都沒有所謂 都去到這些位置 你都心都實了 我這樣很多人都 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位子 你當我再倒水一浸 我未至於這麼下降 烏克蘭局勢 是不是在很短時間 可以解決這樣 之前我最低位 就是疫情底 就是21139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呢 就差幾百點而已 我覺得有沒有機會 這些位置都要試一試 落一落去 這樣才去定奪 我們好不好 撥一個大倉一點的反彈 因為我們不只是 一個受地緣政治局勢影響 就是外圍省 我們跟著省 最慘就是我們的疫情 都是非常之嚴重 你看到外面已經是百業蕭條 這個情況是令到整個氣氛很悲觀 我自己覺得 會不會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可能有很多大戶 或者基金經理 避一避這個風險 走一走些錢 遲多些現金 所以他們見過價位 都這麼肉酸的話 那就不如狠些 就大倉少少止蝕 這樣就載到指數下去這個位置 其實什麼都有可能的 坦哥你問我 我其實無法回答 因為這些位置要湧下去 甚至乎車穿他 機會一定有的 只要局勢再進一步升溫的時間 就可以做到這個動作了 但是另一方面 從另一方面想 就是那些大位 車到那時候的水平的時間 會不會一下子反手來夾呢 這些就涉及到大戶的博弈的情況 我也不排除這個可能 我想大家也都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的 只不過就從正路 從個表面就是說 這麼多壞因素 沒有什麼利好因素的時間 車下去或者甚至是車穿去的機會呢 是大些的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說 看到港股已經去到一個 市場情緒很恐慌的階段了 通常來說呢 這個才是最準的 就是市場情緒極度恐慌呢 其實正正就是反彈的機會 而且那個反彈可能會很厲害的 因為車得夠深的嘛 其實基本上兩個可能都有的 有哪個股評人 是夠膽肯定跟你說 我這個位不穿 或者這個位一定穿 其實來到這裏 已經沒有人夠膽這樣說的了 所以呢 我覺得就open少少 還有我始終都是那句 用個策略是重要 比股去做不做 所謂策略就是說 你現在第一持倉的比重大不大 第二就是說 你有沒有做對倉 有做對倉就變了安心了 真的車下去就對倉那些 蓋上了 到一個位置的時間 就自然拆倉 跟著就重新上路了 所以我覺得 猜是沒有意思的 也沒有人可以猜到 你試試找一個跟我說 說我肯定那個位置到 或者不到 沒有可能的 是的 其實計一計自己的倉位盤數 我也覺得好些 還有給幾個情況給自己 如果說真的 在烏克蘭方面的局勢是一路一路惡化下去的 甚至是有核武看到的 怎麼會幾百點呢 說真的 全球都散的 到時候你就有那些世界末日的感覺 你怎麼會做買股票呢 走貨先 那些就是很恐慌很恐慌的情況 那時候你怎麼會知道 到底終極是在哪裏 又或者是有轉機學 你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是做了第一輪談判 第二輪談判 將會又會做第三輪談判 都不知道會談得如何 這個角力 我覺得你要每一晚每一晚這樣看著形勢 突然間有些突發事故 你如果做一些很短線的部署的話 你明知道我這一堆東西是超短線的 那你真的要斬 要不然你真的都幾傷下的 你這樣給他一個大裂口 好像今天有 你其實是沒得走的 那你應該這樣說 想搏反彈都要嚴守止蝕 不過呢 我想其實這個策略 大家在這段時間夠經驗的都知道怎麼做的 在一個這麼不明朗的環境 我上個禮拜也都跟大家說 那個市場發上發落 是好是壞的時間 根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現在把註碼放輕一點 雖然就算在吃眼前規捱緊也好 等它落到底位的時間 差不多訊號夠的時間 我們再加碼 混一混 這樣才是救倉的方法 現在你說斬又有機會錯 混貨又有機會錯 根本現在是未定的時間 反而就是我覺得觀察著為主 等到訊號出到的時間 才是真的開波跟進 還有你會看到股份 科指就沒有提了 科指簡直是一路一路創了一個新低給大家看 最慘就是已經五千完全不是那些位置 一扔一扔到四千七 你會發現如果大家害怕的時候 之前那些動力是真的可以沽得很狠的 今天一大堆的科網股全部都散了 建委破壞 譬如阿里巴巴真的失手了一百元 收市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我覺得會先沽這些 這些防守力沒有那麼大 你的感覺上 那些騰訊那些你又怕持下加息 這一類是受累股來的 你見到騰訊都已經去到四百元工房墊 那個問題 四百元的位置 今天全日是有血肉長城頂住的 暫時今天就沒有穿到 就是低位踩正了四百元 但收到四百零三個二 不知道星期一的情況會是怎樣 其他那些都慘不忍道的 那些嗶哩嗶哩出完業績 虧多了 但其實好過預期 這樣扔一成二下去 未出業績那些走隔不透的 京東八個百分比 每個都很傷 如果你隨便有一隻都很嚴重 何況如果整個手都是這一類的話 那就非常嚴重了 大師這類怎麼看呢 整堆科網 看你自己的安排 真是你的資料裏面 每個比重 其實你全部全部都在科技股 當然是領事 那你如果是分散風險的話 當然就問題不大 但是你說跌 今天其實每隻隻都跌 大部分都跌 有些多些有些少些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科技股 我就始終覺得 香港的科技股一定穩陣 過美國的科技股 現在這個環境的股值水平 落到這麼低 其實你買了再跌又如何 我又不明白的 就是那個心態是什麼 但是當然如果你在這個時間 你仍然all in來炒短線的 那這些書有抵的 真的是 是不是 那你至於股份那方面 波技股裡面有些良有不齊 有些就是基本因素好的 有些基本因素不好的 那你就看一下 快手billybilly那些跌就應該的 是不是 美團那些跌就應該的 那你說阿里巴巴跌穿100元大關口 那美團那跌穿300元跌穿200元 都是大關口了 是不是 就是要看的就是 跌不緊要 但是最緊要就是 跟著拉上去那一刻 是哪些會快些 哪些會慢些 你現在吃了眼前規 在捱緊的 也都要看哪一隻 譬如說那些 可以跌到心不見底的 譬如快手billybilly 3690那些 因爲它基本因素是很有問題的 那那些你便害怕 但是有些股份 你其實真的算到 你基本因素是沒有問題的 是股值很合理的 那那些我就算在捱緊 都會回上去的 所以現在是這個情況 你應該就去無全清 看哪些要沽 哪些不用沽 這樣來看 還有也有一個好的機會 就是說 將那些垃圾的轉去好的股票 因爲大家都跌了下來 那你變了你轉就對了 有一個問題 我開始害怕的 就怎麽看呢 我想不只是科網股這個問題 就是一些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 面對有一個危機 俄烏的鬥爭之下 你會發現 可能中美的關係都受到 不多不少的影響 最慘就是因爲現在 俄羅斯基本上是被 北約和歐盟全面性地制裁禁制 那現在的最慘就是 你作爲一些外資的大戶 究竟還拿不拿得多這些中概股 最新見到《華爾街日報》有一個報道 就是說我們比較害怕的那個301調查 就傳說在未來幾個月再啟動 對華的一些戰略產業的一個301的調查 什麽意思呢 就是之前 中國明確表明要領導全球的一些戰略產業 譬如半導體、人工智能、5G、電動車等等 他們有沒有中國政府對這些行業做一些補貼 而違反了貿易法呢 如果有的話 根據以往我們所講的301調查 就是說美方或者美國的官員 可以對他們這些產業做一些懲罰性的措施 不知道什麽懲罰性的措施 我覺得以往中方一聽到301調查 那個反應是很大的 就是嚴證不滿、表達不滿和反對的 那這次若然真的話 不過暫時都是為《街日報》說 如果真的的話 其實會不會對這一類的股份 尤其是可能一些基金經理 我避一避其風先 我拿著這一類的中概股 我都要縮一縮一些倉 怕你被制裁又好、被罰又好 那就要看價位去到哪裏 你當然如果那些中概股還是在高位的時間 這些消息當然是震撼啦 也都是殺不心啦 但是現在的中概股來到現水平的時間 我講的是那些有錢賺那些 不是那些只有概念 沒有錢賺那些 有錢賺的股份 一盤生意正正常常 現在的股價還低過那些傳統的工業股 這樣的時間呢 其實你說震盪三零一方案 怎樣去制裁等等 我覺得是短線的噪音 這個反而我不怕 中國其實這次的反應是有的 為什麼呢 以前就不敢出聲 現在就說你我就跟你出聲 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中美的角力那個拉卻呢 已經去到現在的位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互不相讓的了 所以這方面呢 你有心理準備就一定會繼續 預了 預了 而這個位你再要打的就有你打咯 我講真的股票的東西有時候 你低價你肯打的就打完它咯 打完它之後就 你要買回來的也都可能要高位買回來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不用憂慮 當然對於站在散戶投資自己的立場 現在是捱得比較辛苦的了 但是我也都夠膽講 這個關口捱完之後呢 其實就有一片光明了 會不會等明朗一些就是兩會期間 今天就政協開幕了 明天就是人大開幕了 應該陸續續有很多 譬如一些平台經濟又怎樣看呀 之前就是你見到郭樹清說到 一些互聯網經濟那些監控是未完的 這樣就陸續有來 我都一聽說不是這樣說話 你說到就來還有一些措施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措施出 我覺得要聽兩會期間有什麼消息 究竟對他們有利還是不利 才慢慢去摸索一下 是不是一些反彈的契機 應該說是撈底的契機 我過往這麼多年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了 兩會你說炒什麼概念啊 什麼成的啊 全部都是那些莊家放出來 跟著炒炒炒炒炒 炒完又是兩會之後 就沒有了道了 其實我想大家不要把這個 擺得太重 就是譬如說兩會裡面講 提過的什麼板塊會炒 什麼板塊會炒 這些短線無可後備 但是真正兩會每次對市有大影響的 應該是一些宏觀的方向 這樣令到整體包括可能是A股啊 港股啊 就不是說單單就一個板塊來做重心的 就是我覺得就是這樣的情況多些的 所以其實兩會我又不會 記憶太大的希望或者後望 好到時再看一看那個情況是怎樣 因為根本在這個禮拜 都沒有什麼炒這個兩會行程 我自己覺得 完全是看著那個烏克蘭那個局勢是怎樣 那我說我看到很多很多網友就問你 就是2342 2342 我不是推介原先跌的 我是過六七推介的 很明顯很明顯明確 我是過六七推介 上三個幾四元的 之後真是可惜股價插下來 插下來的原因是因為業績 而業績的原因是因為疫情 那這些呢就已經以往講了 至於2342呢 怎樣分析他的刑警呢 他的刑警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是不是代表他不值一提呢 是不是代表接下來他差呢 我不覺得咯 但是刑警可以看的東西就比較少 不過2342呢我留給大家今晚聽錢錢錢錢 OK 做了數據 做了幾個評估 當然因為他是未正式出的業績 所以有些數據呢都要猜猜一下的 但是裏面當中已經露了兩點給你們看的了 那你們不相信的不要緊 但是你記住 因為這一陣呢第一個是市人就 第二呢 逢親發刑警呢 外面的人不懂事那些就叫你沽啊 不懂事那些就全部說差啊 因為刑警等於差 這麼荒謬都有的 所以呢 這些這樣的形勢一定會打幾棍的了 但是打幾棍是代表 把你的貨出來啊 還是派播啊 這個你自己細細想啊 我今晚就會和大家分析 詳細研究 你看過通告你已經知道的了 最強的點就是 你前年的營業狀況是正現金流走 去年又還了很多債又減債 都正現金流入 這個的規捎 是來自一些會計帳目的撥秘 存貨撥秘 所以呢 逢親友撥秘之後呢 跟著接下來的業績就會漂亮的了 這一點我幾年前 阿棠哥你記得的 我和你做柯卵的時候 嗯 中人壽已經是了 告訴你了 今次發營警今次差 跟著明年的業績 增長八成一倍 嗯嗯 聯想就是這樣 嗯 中人壽也是這樣 其實今次 二三四二都是這樣 所以 你們看清楚了 嗯 還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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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月六七月那時候呢 中了中移動 和中國聯通的兩個標 那裏二十億呢 還沒進帳的 嗯嗯 那你便算一條數咯 如果你真的覺得 不值得拿的 就沽了去咯 雖然很多港的人 都是根本就沒有拿到 是是 不過這幾棍都幾應的 真是 是應的啦 四棍 五棍 五棍這樣 由兩元樓上 這樣扔下來 那你們今晚再慢慢去看 不過我又想問呢 我們剛才都說 就是散了股很多很多 根本就真的很多 你說車股都散了 那現在你看看 譬如科網股一堆散了 譬如說5G概念股 都回得很緊要的了 你會不會 要撐的話 真的 我們有時覺得 都散了這麼多 你窮購莫追 沽都不知道空間有幾大 我倒轉做這些股份的淡倉 你叫我沽到ATMX 我都不懂 我也不懂說 即是美股如果彈他們 今晚美股的中概股可能又彈回 那如果真的要去想去撈 先要還有些本錢 去買回的時候 你會先買哪一個板塊呢 首先第一件事 窮購莫追這件事 我是絕對贊成的 來到這個位置 你追下去撈幾多點呢 回報和風險的比例 成不成比例呢 所以窮購莫追這件事 在現在這裏 再沽下去 是 你可能有機會沽多兩三千年 但是 算過比重和直播率 就不值的 好了 至於買的是什麼股份呢 我仍然維持那件事 因為這裏根本你所有事情都因應市場氣氛情緒 都散了下來 那我會覺得呢 第一就是電信股 即是941 中移動 聯通那些 我覺得仍然強的 這一類的股份呢 他們反彈力也都會很多 那第二類 當然啦 包括所有五支股的了 第二類呢 就是說 我都仍然覺得 波及股裏面 是有選擇的 仍然都是覺得 就騰訊中移動 京東是最好的 嗯 騰訊中移動 京東 都還可以 因為已經是一個很殘 超殘的位置了 那到時有些什麼 做一個turn around 見勢可以起的時候 那你就是捕捉這個 比較難得低位的機會去買 就是說真實 你學大師說的 你問我指數 還做不做熊仔呢 你跟我說這些位置我不做了 之前我也會做一下 現在真的不想了 我覺得 沒有什麼空間 我當給多一千點 幾百點 那又如何呢 我覺得不是舒服的位置 這麼低的位置再去追溝的話 我不知道淡友怎麼看 除非淡友真的想到日後 戰爭狀態是很誇張很厲害 但我只覺得在現代社會 瘋狂的人應該不會這麼瘋狂 我相信 會有很多因素 會令大家克制著 各方各面 其實你覺得普京瘋狂嗎 我不是 我覺得他每樣東西都有一個步驟 他是朝著自己的方向而定 就不是瘋狂的 但是他那個虎嚇 就是他那個兇人的伎倆都很厲害 你可以說他高招 這些 說真的 其實一直我都 我又覺得他是兇人多些 最終你說 喂 是不是出核彈 是不是成的 那瘋狂的人呢 就會最後打到 就是出核彈 但是我覺得他絕對不會是的 就是那些界線呢 就用來兇的了 最終都是兇的了 但是 就是你說 件事有沒有得解決呢 我現在真的看不到 也都不知道 但是 政治的東西也都很奧妙的 突然間就會水到拒成的 我都不去猜它了 我到這一刻都是 也都是不相信 普京會瘋到禁制 因為說真的 你出到核武 你自己國民都會受害 是不是 你自己的軍隊 都會中輻射 你是不是去到這個 這麼誇張 這麼極端的精神狀態呢 普京我相信 不至於 他都說得出 要有一個和談的話 我都希望不會發生這件事 只不過大家想 拿盡自己的好處而已 政治談判也是 大家都是拿自己最大的利益 所以在這個階段 譬如磨一下 嚇一下你 這些一定有的 所以 為什麼在政治市 我不主張大家 真的做得很狼呢 或者孤主一擇呢 其實就是這樣 好 這些事情很難猜 政治一日都嚴長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 免責聲明 Regal Finance 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蓋不負責 同時 Regal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認識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gal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gal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gal Finance立場 最期待的 hat 鼓勵抵抵折 Legal Finance 通訓 Ovo 2 Ovo 1 2 6 0